原标题 重贞皇帝早已在天下亿万大明移民心目被神格化,激励了不知多少人人致死的民心热情,分不顾身地投身到反清心悍深夜。 崇祯皇帝是最后一个统治大一统王朝的华夏皇帝,毕竟他之后的南明朱棣已经只有残山上水,半壁江山。 崇祯皇帝本非昏溃之主,他接过的是父兄留下的一副内忧万化的基业,他一生都在为风雨飘摇的江山担心劫虑,少年白头崇祯皇帝在位期间,他勤政洁洁,不难声色,不贪官瑜,不习锦衣华服,不用金银器免,一日三餐,不见真修其味。 他的妻子周皇后以国母之尊,亲世残客,一见龙豪穿了十几年,缝补的无数下针,皇宫中所费,简无可解,缩无更缩,所有的皇室内堂,从不铺张浪费,一概进冲军饷。 此奈何时运不济,人心不古,寻尘异新,灾荒连年,满清济鱼,内乱平起,天灾人祸,接踵而至。 崇祯皇帝日以记忆忧心忡忡,只因黎民百姓身陷水火之困。 他曾经留下最紧照,愿将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一力承担,赵书欠着身重,赶自肺腑,足见他一生所愿,只为天下百姓能够平安度日,安享太平。 终究是大明朝气数已尽,一众朝臣闻田五夕,内乌张良,陈平之谋,外乌韩信,百己之将,这才令崇祯地孤木难知,无力回天。 甲申年三月十九日,离闯大军寇官,烽火两天,北京城满城萧瑟,一片狼藉,紫禁城内,多少宫女投还的投还,吞金的吞金,更有许多不甘受辱,便笑了承天门外的金水河,转眼宫廷便露审,截身同藏玉和身,只因昊月来相照,照出承拨一片心。 那家闭口成名指,御殿金归人晋王,不似礼堂尾设计,三千宫,女爱皇王。 崇祯皇帝原本可以迁都南下,保全身家性命,他之所以自愿殉活,是晋身为国君的责任,他知道,自己是华夏帝王,神州大帝处处都是自己埋谷之所。 此时,大明王朝均临天下两百七十六年,历代君王不和亲,不割地,不赔款,不称宫,宁死不迁都,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设计,这才是华夏正统,黄黄天朝,又岂是时时打算着丢弃国都,逃回老家的满清大陆可比的? 遥想靖康之便时,宋朝多少后妃公主贝鲁杰北上,受尽侮辱不得解脱。 崇祯皇帝有见于此,令妻妾自财,斩杀爱女,并非无情,而是爱惜。 崇祖皇帝的遗书自财血泪,骂奸臣,怨天命,同时更充满自责,却对大明子民赋救极深,所以自却冠冕,以发负面,只求闯军误伤百姓一人。 若非这些贼子无能误国,怎能让寇鲁肆虐,帝后猛臣。 纵然崇祯皇帝魏军师证实,却有许多缺失和可疑之处,论其本身材。 但,也算不胜英明神武的明军圣主,无力挽回明末体制的种种弊端,然而,他已身炫火使,正能一心挂念百姓安危,以君王死设计。 因此,这样的悲壮帝王,也激励了无数英雄志士,拼尽一生之力,只要斩杀贼鲁,兴富大明,仲光日月,再整山河,为那些共赴国难的将士报仇血恨。 岳照官和宫生破,江山未改残人收,百年国使心犹在,不信中原日月王。 因此,哪怕是满清王朝官方,为了收买汉人百姓的民心,尚且要对崇祯皇帝的身后名李靖有加, 维护灵性,时常洒草,君臣祭祀,香烟不断。 清朝官方编修明史时,表面上也没多宝昧夸赞,称颂崇祯皇帝沈基督段, 义除坚逆不耳声色,忧劝替礼,担心智礼,蒙难而不辱其身, 为王国之义列矣,并认为明朝灭王时为大事已清,积袭难完,再停泽门户纠纷,将一则将交足度,申离或辩, 岂非气数使然,而崇祯皇帝非王国之君,而当王国之运,宗舍颠覆,徒以身训,悲夫, 甚至和明王朝不共戴天的农民义军首领李自成,同样布告天下君非甚安, 孤帝而阳造恒多,沉浸行私,彼党而宫中绝少,皇帝并非昏庸, 而是身边大臣进阶几党谋私,宫中提国者太少,大明王的国, 却没有王的人心,一直都活在天下汉人的心底,无数人人之时宁死, 也不愿屈膝者结,从李文亨到李定国,几十万闯军县军的余部, 无不改其意志,为大明浴血而战,致死防休。 在满清治下的二百多年里,从白连教到天理教, 从天帝会到小刀会,从太平军到脸军, 汉人民众此起彼伏的反抗接连不断,从无止息。 二百年之惨痛犹存,十八省之奇耻带血, 最终,也正是一群把崇祯皇帝的英明奉为神奇的英雄之士, 那些在多少人眼里盲目愚昧, 片面无知的学生会党们, 一次次如飞蛾扑火般的攻击, 吓得那些失。 为素餐的满清权贵们, 惶惶不可终日, 才让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僚精英皆迫于情势, 转变立场, 站在了主体民族这边, 满清北洋大臣, 直立总督, 袁世凯终于, 龙椅推倒了, 皇冠打碎了, 辫子割掉了, 满清灭亡了。 辛亥革命时, 许多地方的革命党人逼扎白金冲锋陷阵, 在大众百姓眼里, 这正式的为崇祯皇帝代孝, 鲁迅先生阿丘正传升为皇帝, 朱有俭能力不足举措适当, 难以挽救大明。 死为神奇, 列皇帝鼓舞万千英节之士, 重开华夏之天。 所以, 作为华夏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的崇祯皇帝, 具有极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, 原本就值得每个新年华夏的炎皇子孙, 去推金山, 到玉柱, 肃穆扣手,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